HELLO 我是亞洲飛表協會的Chris 今天和大家介紹01Game 首先在主畫面選擇01Game 然後按一下紅色 之後會看到301 501 701 如此類區 在這個時候選擇你想玩的哪一個01Game 之後按多一下紅色鍵 就可以選擇玩家的數目 之後再按多一下紅色鍵 如果有鳳凰卡的朋友 就可以在我們的Online機台上拍卡 在這個介面如果大家有Phoenix卡 和Keta在Online情況下 大家可以拍卡 叫你的戶口Keta出來 然後按一按紅色鍵 到下一頁 在這一頁 我們可以用左右 來選擇哪位選手行先 或者我們可以按Double3那個位 就會有自動集工字 之後再按一下紅色鍵 就可以確定 開始遊戲了 沒有卡的朋友也不用擔心 如果沒有卡的朋友 大家不用擔心 只要在這個介面 按一按紅色鍵 到下一頁 再按多一下紅色鍵 確認開始 就可以進入遊戲了 來到這個畫面 我們就可以開始遊戲了 01Game是一個減分制的遊戲 以301為例 一開始就有301分 玩家只要在每個回合 3支飛鏢 那個回合 那3支飛鏢的得分 就在總分那裡求取 而最先 將301 減到0分的玩家 就會是勝方 來到這個回合 我們看到 玩家1 剩下25分 由於他剛剛訂了 Double20 即是獲得40分 以至得到的分數 是多過他剩下的分數 所以就會有Buds 爆錶這個情況出現 那他下一個回合 都會在剩下25分的分數 裡面 再重新開始賣錶 如果去到最後一個回合 大家看到 現在這個回合 是Round15 即是Round Limit 最後一回合 如果兩位玩家 最後都減不到 分數去到0分的話 系統就會判斷 而剩下分數 最少那位玩家 就是為勝方 而在進階比賽裡面 是會有規定玩家 開錶 In 和賣錶 Out 的方式 一般開錶的方式 包括 OpenIn DoubleIn 和MasterIn 而賣錶的方式 就包括有 OpenOut DoubleOut 和MasterOut 例如 最基本的 OpenIn OpenOut 即是只要定中 錶把上面 任何一個有效分數區 就可以開到錶 可以開始減分 而OpenOut 即是完結的時候 賣錶 都是只要需要定中 非錶把上面 有效的分數區 就可以賣得到錶 而最常見的OpenIn MasterOut 的比賽裡面 即是說 只要定中任何有效分數區 就可以開錶 而賣錶的時候 即是MasterOut 就一定要定中 雙倍分數區 三倍分數區 或者紅心 才算是有效賣錶 另一個常見的規則 就是DoubleIn DoubleOut 即是要定中 雙倍分數區 即是要定中 才可以當開錶 減到分 而賣錶也是一樣 都是必須要定中 雙倍分數區 才算是有效的賣錶 紅心的計分方法 亦都會分為 單紅心 Single Spool 即是說 內外紅心 都是計50分的 而雙紅心 Double Spool 就會是 內紅心 就會計50分 而 愛紅心 就只會計25分 是不是很簡單呢 不過如果要勁的話 就要練習多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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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贏 謝謝 我贏 愛紅心 我贏 謝謝 我贏 位 我是雅